11月24日晚 记者在广西财经学院见到台籍教师王振江时 他正在教学生学习台湾民谣望春风 王振江是经济学博士 曾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研究所 做经济区域发展方面的博士后课题研究 2019年1月 王振江来到广西财经学院任教 工作期间 他会利用音乐选修课课堂 教学生学习台湾本土民谣及歌舞 王振江非常热爱音乐 他从六岁开始学习钢琴 并学了三年声乐 在北京读书时 王振江积极参加校园的演艺活动 回到台湾时还会为朋友唱大陆的歌曲 他说 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 新与新的接触才是最重要的 音乐是没有界限的语言 歌声正是表达彼此情感的最佳途径 他希望用音乐驾驶两岸民众沟通之桥 其实两岸在文化的心灵上很容易找到共鸣之处 两岸的流行音乐其实已经彼此交融在一块了 所以说我觉得透过音乐特别能够唤起大家的共鸣 我觉得这方面的工作应该是可以在大力的往前进 王振江表示 他来自台湾花莲县 花莲与广西交往密切 两地少数民族文化充满魅力 他希望后疫情时代 两地能早日重启交流大门 我期待就是 特别是花莲的农产品吧 优质的水果可以运销到大陆来 让大陆的同胞都可以品尝得到 然后也对于这个地方的农业经济有所弊异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比较直接的想法 那另外我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到这片投资的乐图来投资 那在广西 特别是在南宁 其实已经有相当多的台商朋友们 他们大概只要经营了20年以上 那也相当的有基础 也相当有经验 那我觉得凭借这样子的优势 我相信 未来应该是可以更吸引更多的投资来 王振江直言 台湾有不少民众缺乏对大陆深刻的认识 容易人云亦云 容易被一些有心人煽动 两岸民众只有深入交流 才能相互了解 才能相融相通 我觉得要多看多听吧 就是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 其实我认为就是其实透过网络 其实是可以听到更多多元而真实的声音 那事实上大陆绝对不会是像原来那种传统的那种 一成不变的观念来讲好像都是落后的 我觉得这个现在来讲显然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有一些刻意渲染去放大的一些观点 我鼓励年轻人多看多听 因为其实现在来讲网络其实很发达 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真实的声音 只要他们用心去倾听 王振江表示 他已适应了在大陆的生活 有意将家安在广西南宁 并希望在当地如愿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王振江相信国家不断出台 细化的对台商与台胞的优惠政策措施 将使他更容易发挥自身专长 在广西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